請法務部跟陸委會來做 我先問部長 在肯亞有沒有詐欺罪 哪一個 肯亞這個國家有沒有詐欺罪 在肯亞的部分因為他提出的三項罪名 我就問你肯亞他們本身有沒有這個詐欺罪 不是說這個犯罪的國人 是肯亞有沒有詐欺罪 在肯亞他並沒有以詐欺罪來 他們國家有沒有詐欺罪 所以你把題目聽清楚好不好 他們國家當然會有詐欺罪 法務部 可是他並沒有說針對我們的受害國人 你不了解這個國家 你這個外交部做了不過稱之 肯亞有沒有詐欺罪 我剛剛請教我們國兩師 他說他們有上網去查過肯亞的法律 沒有詐欺罪 就是因為沒有詐欺罪 他才會用無照經營電信業 無照使用無線電信的設備 台灣用這個罪來審理 或判無罪 那大陸他是有詐欺罪 台灣也是有詐欺罪 但是大陸的詐欺罪是非常非常重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就是告訴我們法務部陸委會 針對這個遣返回來的這麼多的詐欺犯 我們台灣針對詐欺這個罪的刑罰 要好好做一個調整 像大陸他們人民幣20萬就要判10年 那像這一次五億啊那不就無期徒刑 那在台灣呢 台灣沒有這樣子判啊 如果是在境外判了三年的徒刑 回來台灣之後呢 有可能就沒罪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對於我們這法務部啊 好好去檢討這個詐欺罪 不要讓我們的詐欺罪在國外這麼多 來影響我們台灣的生育 尤其不要因為說我們跟大陸 有我們兩岸海峽兩岸的 共打機制啊互助的這種協議 大家有那默契 你們都一直照這個默契來處理 但是人家不跟你默契的時候呢 你們要用慣例嗎 所以很多事情你們要個案獨立的來處理 不一樣的狀況 而且我們一定要主動啊 我們不要被動受到通知 像大陸這一次有通知你說 我要把你的人壓來大陸嗎 有沒有 沒有 也是沒有嘛 所以這過程你們一定要好好的了解去掌握 才不讓我們今天這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的人都被抓過去了 現在是關在哪裡 現在關在北京的海電 海電 關到那邊了 那我們如果會有些關係嗎 他們的人生安不安全嗎 有沒有先被毒打一頓啊 所以我們就請我們的台商 可不可以先替我們去看一下 關心一下了解一下 保障他們的安全 受到公平的審查 這個部分夏主委也在昨天已經提出來 那他們有初步的回應就是 他們一定依照法定的程序來做公平的審查 我現在先請台商過去看一下 你什麼都跟我講法定一程序 程序要走到什麼時候啊 這個 這個偵察中 台商是不是可以做協助 我們會 如果可以協助 我們一定請當地的台商協助 所以我們積極一點 來關心我們的國人的安全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請宣讀第一案 臨時提案 一 針對中國大陸破壞長期以來 建立這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機制 4月8日12日 強行自肯亞帶走我國45名國人一案 建請立法院外交集國防委員會 做成決議如下 1 強烈譴責中國大陸嚴重違反人權保障 蠻憾恨行辱人之行為 破壞兩岸互信 傷害台灣民眾情感 2 要求政府必須立即派員赴大陸進行人道探視 掌握國人所在位置 確保其人身安全無餘 3 要求中國大陸尊重台灣司法主權 立即將遭關押國人送回台灣 且未來不得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提案人 江啟臣 劉士芳 王定宇 臨場所 羅志正 馬文君 蔡世映 呂玉玲 徐志榮 顧立雄 油美女 以上宣讀 好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照案通過 是 來 部長 因為這裡面提到司法管轄權 乃國家主權的重要構成條件 法務部此一輕易放棄之舉 因為我覺得法務部並沒有放棄管轄權 在剛才早上的過程當中 我想也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 你剛剛講是第二案 我們現在是談第一案 好 第一案有沒有問題 第二案沒有問題我們就照案通過 好 我們現在宣讀第二案 臨時提案第二案 有建於法務部長羅英雪於上3月底訪中後 隨即發生中國政府強迫遣送2014年及今年 由肯亞政府逮捕至45位我國國民至中國境內 對於此事 法務部盡以法庭便利原則 考量司法調查及審判成本為藉口 放棄向肯亞及中國 依國民國籍管轄原則 主張我國司法管轄權 要求將國人遣返回台 司法管轄權乃國家主權之重要構成條件 法務部此一輕易放棄之舉 毫無積極作為等同默認中國政府主張之一個中國原則 任由中國藉此一事件侵害踐踏我國主權尊嚴及國民權利 原此本席提出嚴厲譴責法務部羅英雪部長 輕易放棄司法管轄權之舉 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尊嚴 棄我國國人於不顧 愧對政務官應當之政治責任 提案人劉社 好 剛剛部長是要發言嘛 來請 是 主席各位委員 因為我看到這個提案裡面 有提到說法務部放棄管轄權的部分 事實上今天早上在 我們在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也表示提到說 我們事實上有主張我們的管轄權 我覺得這個是法務部的立場 那其實外交部也是這樣主張 那我們法務部次長那邊 是不是可以再做進我們的說明 我們不可能去放棄我們的管轄權 好 請法務部說明 請法務部說明 我對於這個提案裡面說 採取的立場是相同 但是因為要譴責法務部羅部長 他 據我們部裡面所有的同仁的了解 他沒有放棄 像肯亞及中國 依中國 什麼國民國際管轄原則 主張我們沒有管轄權 我們剛才我一直在接受答詢的時候 就有表明這個態度 那國務部長什麼時候對外發表的 沒有 所以剛才講說我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 來 劉委員 市長 是 我們剛剛好幾位委員都在提到 其實就是針對戴動力副市長 昨天在媒體上面所呈現出來 當然你有多所澄清 那你剛剛有特別提到說羅部長 的那個部分 我想要知道說 從4月8號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羅部長 以法務部部長之尊 曾經跟中國或是肯亞 在什麼地方的公開場合裡面提到 我們的司法管轄權的部分 還是都是法務部的很多其他單位提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羅部長是政務官 對 我在這個地方 我沒有想要處理其他的非 政務官的部分 我只要處理政務官的部分 我們 我沒有看過 所以我在問你嘛 從4月8號到今天 4月13 這五天當中 請問我們的羅部長 什麼時候曾經公開的 譴責中國也好 或是抗議等等這些 因為馬總統也提到了 我們一定要強力來協商機制 法務部是擔任一個非常重要窗口之舉 那個陸委會已經有什麼 跟張志軍連線啊 等等這些 但是他們不理我們 可是法務部的聲音在哪裡 為什麼 讓一個常任文官 對外隨便講一些 他自己法理上 跟政治上不能搭嘎的事情 我的重點在這個地方 謝謝指教 我想 法務部如果說 不會主張自己的 我們的管轄權的話 我們不會向陸方要求 我們要談判 因為如果說我們自己放棄 我跟妳談判 我剛剛問了 請問一下羅部長 在這五天當中 什麼時候 用官方的角度 公開也好 在媒體也好 提到 對中國大陸提到這件 因為很多人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嘛 3月底的時候 羅部長才去過中國大陸一趟嘛 對不對 那回來以後 發生這個事情以後 他的立場在哪裡啊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嘛 除非我們漏掉了媒體上面的一些表達啊 我講的是這一點 對 他的公開 我是不知道 所以我是 你是次長 你們的部長 有沒有公開對外發言 你不知道嗎 我沒有看過這個發言 那就是沒有嘛 所以我在譴責的部分 是在於說 法務部自己沒有對外來處理 這個 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陸委會 部長也好 陸委會的主委 都有表達他們的立場嘛 但是我沒有看到我們的法務部長 在這件事情當中表達過任何立場嘛 有還是沒有 就是沒有嘛 五天以來有啊沒有啊 就沒有嘛 但是法務部的立場不是放棄啊 那我可以 我可以把 所以我寫輕易放棄 放棄我就不能夠去跟大陸談啊 我們一直訴求要跟他談 如果說他有放棄就不可能啦 對不對 所以我在講 我剛才跟你說過嘛 我剛才跟你說過嘛 法務部 跟法務部長 這個政務官裡面 什麼人不做事啊 那不是很清楚耶 他沒有對外公佈什麼發言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看到報紙裡面寫的 那在座的所有的法務部的同仁 有沒有看到法務部長 法務部長有沒有對外發言新聞稿都會有寫嘛 他又不是一個小官員 法務部是個很大的部會呢 我們 他不是盟戰委員會啊 發布新聞稿都沒有人知道啊 所以是沒有嘛 你剛才看過清楚 如果說 如果說剛剛那個外交部林部長有提到說 法務部此一輕易放棄之舉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可以修正 我可以把它修正說法務部毫無積極作為 但是法務部長本身 我不同意 要修正 我尊重委員 但是我想說 因為我法務部沒有放棄 講這個的話 那法務部我看應該要判國罪 什麼樣的公文稿 不是 我講法務部啦 當然法務部因為 部長代表法務部啦 那法務部本身當然也可以代表部長嘛 那我就說 有沒有公開的發過新聞稿 你們法務部的發言人有沒有發言過 應該有啊 我們法務部發言人是另外一位陳總 你如果有的話 應該都有在法務部的官方網站上面吧 有 有沒有 陳平常有發布是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講 呼應剛才我們劉書康劉委員 今天我們有三個部門 到了立法院來做報告 包括陸委會 包括外交部 在這裡面都很明確的在書面裡面表達說 他們認為說 這個 台灣人在這個案子裡面 不應該被移到中國去的 我們 我們的法務部啊 也提了三點聲明啊 三點聲明 沒寫的啊 第一個 中國公安部 維護國人權益 保障人身安全 第二個 由我方派員了解死磨 第三個 請中國公安部盡速提供相關資料 就這樣子而已啊 就這樣子而已啊 對於我們台灣的人是被拉到中國這件事情 你沒有做過相關的任何的表示抗議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剛才外交司法委員會有委員提案 我 對 這個是書面報告 因為是臨時緊急 剛才你們口頭報告有錄音 我剛才說 對於大陸裡面 事先做的這種 不依照法治國家的手段 市長 事先前院不公告 市長 我們外交部跟陸委會 也都是臨時接到通知來做 對 人家就想到這個 國閣的重要性就會把它寫在裡面 表達一個正式的立場啊 所以我剛才 所以你的法務部 不然這個 這份誰寫的 這個是昨天晚上 所以誰寫的 就是幕僚師 所以你們的幕僚完全沒有國家司法主權的概念 如果這樣講 你剛好 恰恰好 證明了我們法務部裡面的官員 沒有司法主權的觀念 所以要次長在這邊 趕快來做一個正式的聲明嘛 所以我們要做個譴責啊 這樣沒有問題啊 所以如果 我剛才講說 這個立場是 我們是一次的 但是 說他放棄這一點 他沒有放棄 如果放棄的話 那他就沒有立場要求 陸方 我們要去跟陸方協談 我們要把他 我們的國民 帶回來 我是特別表達這個意見 那個 法務部 這幾天 公開 謝謝你 這個 商量 放棄 這邊是 新聞報導裡面是有一篇是 法務部次長陳明堂啊 陳民黨提到說我方也有管轄權 主席 我剛剛有提到了 就是因為法務部我們的次長 曾經有在口頭上在答詢的時候提到 所以在我的臨時提案裡面 就是法務部此意輕易放棄之舉 這幾個字 此意輕易放棄之舉 這幾個字我認為可以刪掉 但是毫無積極作為 也是我們的共識 你自己的提案裡面也有說到這個 然後另外對於羅英雪部長的部分 我不會想要改 那我要讓法務部的同仁了解 就是說 其實立法院的這些臨時提案 我們所作成的這樣強烈譴責或抗議的字眼 是作為我們的官員的後盾 你們未來還有很多時間 要去跟中國大陸之間的談判 等等這些 總是有人幫你們做黑面 黑面幫你做黑面 你說沒有沒有 我都沒有這樣做 你們很奇怪 你知道嗎 我們這是具體 具名的啊 我了解委員的善意 但是我是說 剛才我特別 我現在就有善意的部份 我現在要把你更改一部份 我現在要跟你說 保護沒有放棄 要依照 是嘛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部份 此意輕易放棄之舉 是嗎 你會被偵重 我被被拾重 你會被亭重